奉姓父、圣子、圣灵的名 下门请坐 我想知道有多少人很熟悉 今天这个福音书的 你举手 也有一些很熟悉 这个《十个同侣》的比喻 我将他的题目转过来 就是你预备好见基督 如果耶稣基督今天回来了 如果新郎今天到了 当然如果用这个比喻 就是你的油灯有没有油呢 是否可以迎接我们的主耶稣呢 简单来说这一节的比喻 是耶稣在《玛特福音》里面 被安排在 他已经上耶路撒冷 24章 就是讲及他要离开 他会再回来 回来的时候便会审判全地 不过 进入25章三个的比喻 是去帮那些门徒 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 我们怎样去准备我们自己 以至我们去见基督的时候 我们可以交涨 我们可以安然 而在今天的比喻里面 我们会准备好我们自己 这三个的比喻 每一个是进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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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讲解耶稣想说的 而这个比喻的开始 其实你读下去 你都会发觉你会拿到那个宗旨很清楚 宗旨就是新郎 什么时候来到新娘的家 是没有人会知道 于是耶稣问的问题就是 无论什么时候来 你准备好吗 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呢 我都不记得多久了 起码都十五或者十六十七年前 那次是我第一次 开车是和一家人放假的时候 是上阿拉斯加 大家去过阿拉斯加 多数都是坐游船 现在又便宜又漂亮 又多东西吃又舒服 然后有些人就立即坐飞机 或者是坐船回来 有几个人駕过车上阿拉斯加的 那我就駕过一次 可能明年会駕駛第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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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年前 我两个女儿都很小的时候 我们只能駕駛駛駛 因为那时候没有旅行駕駛 就更加不会有钱乘搭飞机 来回 相当不便宜 但是非常风景美丽 如果你喜欢駕駛 你又有足够的时间 是值得去的 阿拉斯加路 如果你喜欢风景 喜欢冰川 这些是一个很值得 一路游览一路上去的一个旅程 要駕駛多久呢 要駕駛五天 每天起码八个小时 当然这是很厚厚 每个站我都会停 我也有办法令到我两个女儿 是不会起革命 就是说我不坐了 就不会 因为真的有很多东西看的 回程的时候要駕駛五天 到第五天 应该是四天多 我就会去到最北 Prince Rupert那头 最后那一程要駕駛八个小时 在那个过程里面 当然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会飾是否足够 那时我买了一辆车 一辆 upgrades 但我去到这跑路是没有足够修的 很足够修路 就是阿拉斯加路 ��를向第二 class 就是短点跑路 把去第一 class的highway 就是阿拉斯卡线路,快点,直接点 数下的时间,大约6点多钟就到线路了 夏天八月,加拿大八月都是高季季旅游季 到路口,我也是读地理的,我跟大家说过 我的论文是写Gas Station Location 我对这些东西很清楚 没有理由那些油站会关门的 所以很安心 谁不知现在车到7点,即是到highway了 8月还很干 8月就发觉那个Gas Station竟然是关门了 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差不多不可能的,在highway里的Gas Station 不要说什么,美国那些24小时 7点钟就关门了 于是我看一看 在这一站的下站,我需要停留的 在下站的下站,大约要银一个多钟 在下站的下站,大约要银一个多钟 在这站的下站,大约要银一个多钟 在看一看 在车的下站,大约要银一个多钟 在看一看 在大约有一辆 要继续去 刑租在路上一路走的时候 看不到有任何的游站 忘记了大约大半个小时 天天就黑了 我也是很胆小的 开始害怕如果车没有油怎么办 停在一家四口 叫救命 那个年代我还没有收封 于是怎么办呢 那种恐惧感自己会越来越大 后来一直想起 我的车里面是有一桶油的 那桶油是大半缸 不是光的 即是桶油的胶 是给我的小船用的 我想起 咦 还有些油 于是就立刻看看 哪里可以拉起一辆车 不过黑猴猴 要拿电筒 转转转个 要找那个油 那个 那然后转转租 就要找一个花构 然后把地也倒倒 总之 毯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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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毯来 一个人就比较 定ays 能理不扮 发展结果, zamar到11 00h 为什么会弯出那么久, cuent了 但是将来到11 00h 这个经历给我一个很大的体会 原来有很多事情是你不会猜到的 而它会发生 而发生的时候 你就要去面对和应付 我最近听过韩国牧师他说也很好 开始的时候他说 一些我们猜不到的东西 他用什么例子呢 他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 珍珠港 就是日本偷襲珍珠港 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 也看过很多电影 他说其实当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时候 美国的情报对这件事是完全不知道 还是他应该知道的 答案是 其实他是听到的 不过永远也是 现在我们今天去看世界世界局势 也是 亚洲会开战 为什么大家没有说过和谈过呢 于是可能有些人的看法是不会发生的 当然也有些人 我想不是我们加拿大 就是我们也有 我们也有 弟兄姐妹的家人是住在台湾的 是吧 我也会关心一下 台湾人 其实他们每日过生活 他们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呢 他们是不是真的会 随之而安 是完全不当他是一回事呢 但是当日本偷襲珍珍珠港 所谓偷襲 他先发制人 不通知美国 就派飞机想办法来 去打沉了他的战舰 那一役 美国也是非常损失惨重的 我只是想指出 如果我们看耶稣基督再回来这件事 我想如果我们做基督徒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我自己起码四十年 每一个教会年历到现在十一月、十二月 我们总是永远读回这些圣经 又或者耶稣 星天以后二千年了 也有不少的人说 包括什么神学家、圣经学者 有人是不相信耶稣再回来的 不要说那些人了 有兴趣和他们讨论那些 看看他们的书 他们是不相信的 我想指出之说 在基督教的世界里 是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耶稣回来的 不是 是不是每个人都预备好 耶稣再回来呢 我相信当耶稣说这个比喻 有十个同女 然后圣经中文 译造有五个愚蠢的 有五个聪明 所谓愚蠢和聪明 有一些会说到 他们对那个新郎 在什么情况下 会回来的认知是很清楚的 他们不是一塌糊涂 有人说 没有人在那里 你可不可以帮忙 点着一盏灯 照够人数 他们是精选的 就是选择出来的 以致他们不是对那件事件不认识 只不过认识和摆在心 或者甚至在实际行动去准备 是两回事 这个正正是耶稣说的这个比喻 去提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 以及在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 你如果不警醒的话 你只会跌入五个愚蠢的同女 那些犯人只是去警醒的 只是去看这件事认真的 认识耶稣的应许是会发生的 那五个是智慧的同女 所以我们就会问 究竟我们今天坐在每一个人 当你听完这个比喻的时候 你是属于智慧的呢? 还是属于愚蠢? 这个是耶稣问我们的 问当时每一个门徒 问每一个今日的门徒 究竟我们会告诉耶稣 我们是那个智慧 还是愚蠢的? 那我们就要看一看那个比喻的背景 这个比喻背景是不难的 圣经学者在这个范畴里面 不少的人做了很多的研究 以及甚至是观察 即是去到那个地方 巴克斯坦的地区里面 去认识当地的文化 以及主要这里是说的分离 首先就是问究竟耶稣 为什么当他说耶稣再回来的时候的比喻 是用一个分离的故事来讲解呢? 你如果翻开圣经看 即是马太福音第九章 马太福音第九章就是十四节 讲关于禁食的 圣经说 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 我们和法利塞人上上禁食 你们的门徒倒不禁食 这是为什么呢? 第十五节 耶稣对他们说 新郎和陪伴的人 同在的时候陪伴的人 岂能哀动呢? 那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 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 那这个新郎是谁呢? 在这段圣经里面 耶稣说的 是他自己说的 就很自然是在说他自己了 他就是那个新郎 那这个是第一件事 告诉我们 耶稣说这个比喻的时候 说这个新郎会回来的时候 他是在说他自己 第二就是 你也听过不少耶稣说的比喻 关于天国 而天国的比喻 很多时候用天国的颜值 请人来 那些人的反应 然后请到谁来 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比喻里面 同时是在说一个颜值 于是在说 将来这个天国的颜值里面 是什么人呢? 是会进入这个天国的颜值 同样也是这样说 就是说 这个天国是怎么发生 和过程是怎样的 有这两件事之后 那些圣经学者就去明白 耶稣在他在世的时候 很多时候 当他讲解 所谓天国的教导 在说上帝 上帝是一个 教为抽空 他不是一个人 他一个上帝无形无体 我们对上帝对神的认识 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 道成欲生的表达 我们对上帝是非常之陷糊 就等于 旧约时代的人 对上帝的认识是很陷糊的 是非常之陷糊的 所以耶稣基督习惯所 他如何去讲解这些抽空抽象 又比较困难明白的东西 他通常就是拿 当时的年代的生活 在文化里面的例子和表达 于是他讲天国的比喻的时候 讲这个颜值的时候 他就拿地上的颜值 来做比喻了 那时候 本地的人 一说 就全部都听得明白 只不过是我们 不是在巴厄山居住 对吧 以至到在文化的理解里面 有个差距 令到我们有时候对那个现况 究竟耶稣想说什么 为什么要用这个表达 是有一层 或者两层 甚至三层的隔膜 就等于白人要认识中国文化 同外都困难 除非他是研究 以及他在住在中环当中 特别呢 如果你今天我们这里坐在里的人 大部分都不是 住在中国大陆 你对中国大陆人的思想和看法 是有个差距的 很简单 你和牧师谈多些 他的思想方式 和我们在北美洲特别 是有一定的差距 因为在文化生活成长里面不同 所以我们需要读圣经 我们需要去解圣经 我们需要解背景 我们需要知道文化 我们需要知道 耶稣用那个文化 表达出来 他想原来的目的 是想做什么 这个就是研究圣经 不是坐在里面 只是看着一本圣经 你想到什么就是什么 你喜欢想到什么就是什么 然后就说 这个上帝对我的解释 如果是这样 就不用那么辛苦去读神诺了 耶稣基督在想象 他一定是在他的日常生活 33年 耶稣福音里面说 第一个神迹他走的时候 是什么 是一个婚礼 所以他对婚礼的认识是很明白的 因为他在那里长大的 他可能去过很多婚礼 除了他自己没有扮过婚礼之外 因为这样的缘故 在他去婚礼的过程 他就观察犹太人的文化 如何去做婚礼的过程里面 他就想到用这个现实的例子 去讲及将来在上帝的角度里面 其实有些东西是很雷同一样的 他就这样去讲的 刚才我讲的那个新郎 是什么时候来到新娘的家里 是没有一个说好的时间 英文就是confirm time 对我们来说更加不明白 对不对 现在我们这一代的人 就算你说接新娘 去联礼那天早上接新娘 也有人会打电话 的 看来我们说 两个转角位就到了 五分钟到了 或者大家想想 Imagine �累了这么多的alogimana soon 这情况就是 com 在耶稣的年代没有收封了 没有电话了 你要明白那个年代里面就是没有 因此是没有人知道的 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当婚礼筹备的时候 去拼足和安排的时候 首先是男家和女家在他自己的家里面 首先是开始来去庆祝的 就是他们自己在他自己的家里 男家又男家 女家又女家 各自庆祝 并且这个婚礼 就是当那个新郎去到新娘家的时候 他们庆祝的日子是七天那么长的 有几人结婚是庆祝七天那么长的 没有了 我在香港读书的年代 我认识的同学就是告诉我 他是在围村的 他就是告诉我 在他的围村里面 如果有人是这样举行婚礼 他们都是举行七天那么长的 你会不会觉得很惊讶 是不是很忙 是要这样做 因为那个就是主家对整个 他的亲戚朋友的一个态度 说下去就想告诉你 新加坡的牧师告诉我们 不是做一天的 牧师也要去那个家庭五天 来做安慰的讨告 探访 是这样的 所以 你要明白这个文化了 因为这样的缘故 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加上 那个 婚礼 就是 新郎什么时候出现 是不知道的 因为不是坐车的 是吧 行路的 可能是骑牢 我不知道会不会是骑鹿马 这些是很有钱的 很有特别的背景地位 一般人是要走路的 那他在南加什么时候搞好他的东西 以至可以出发呢 不知道 天气是怎么样 就是有他的转变 是不是那么良好 或者是突然间有不好的天气 以至影响 就是他不出发到 或者出发的过程里面 他要在中间 就是各自一段时间 全部都不知道 他不是在隔壁那条街那里 就是这样发生的 可以在族和族之间 就是那个村和村之间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有没有试过会是 就是晚上呢 是有 并且几晚呢 不知道 这一个这样的情况 就解释了为什么需要十个童女了 就是那个童女就是未出嫁 现在加拿大又改变到 就是我都不是很明白 就是就是 通知我那些 那些 那些 《may Honour》 可以结出婚 啊 都做《may Honour》 我比较搞得太糊涂 就是 那么多以来 就是几十年 做穆斯 通常是那些《may Honour》 一定是未结婚的 但现在不是的 又变了 所以变了之后我们就更加要明白什么是同女 为什么会是同女呢? 因为那个年代一定是未出嫁的姊妹 于是为什么她要有油灯呢? 你又不要去想 一会唱我的灯需要油 当然是老人在想着很fancy的灯 变得出来 好像那些中国节日不是有些 叫什么? 点着蠟燭 灯笼 我的中文越来越乱俊 他们的年代是什么? 不是那么复杂的 就是一支你看到 其实有些人就说 像奥运的那些火具 你去以色列广场现在你也看到的 是火具 就是一支粥 然后就绑住炸了一些东西 点火 于是你在那里 你是要淋一些橄榄油 蜂油 那他就烧着 那么问题是 如果他要 就是有 如果在日间 他到了 William Barclay 就在他的commentary 写了一个 铺了一个牧师 在那里生活 有一次他就在路上 看到一些人 是准备 迎接这个新郎 于是那个牧师 是白人 他就说 喂 那我可不可以参加呢? 答案是可以的 因为如果真是新郎来 新郎来 可以是今晚 现在 即下午 可以是今晚 可以是明晚 可以是几日之后 答案是这样给他的 你看看那个commentary 你就读到了 于是 你不能够参加 就是因为你除非 放了些时间 在那里 你不介意 在那几日 三日 你都可以留在那里等 像他们那样 那就可以 但如果不是 你是过境的 打算今天看完就走的了 他说没有人保证一定 新郎一定到 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你开始明白 在文化上 尤太的庆祝这个婚礼里面 迎接新郎 耶稣这么三三三年来看 认识、参与 很明白 于是他就知道 看到一件什么呢? 原来新郎来的时候 是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 可能连新郎都不知道 因为可能他想去 但是有很多事情 还没办法 又不能去 刚才说过天理转变 又要停滞 等等 于是耶稣就用这个 大家都明白的道理 来说什么呢? 说耶稣什么时候再回来 耶稣在第二个 说得很清楚 他什么时候再回来 是只有一个是知道的 就是父上帝 他说他自己都不知道 只都不知道 是唯有父知道 这个呢 就告诉大家 有没有一个人 告诉你 耶稣什么时候再回来 第一个 我的反应就是 一定错 因为没有人知道 什么时候回来 那为什么你 或者他知道呢? 昨天我又见到一个 就是 那个打球友 那个打球友 他就 半基督徒 他也不是基督徒 没有洗礼 他太太是过了身 他突然说一件事 哎 现在世界很乱 什么什么 就说一论 接着他的结论就是 耶稣就回来了 我想多问几句 你怎么知道耶稣会回来呢? 然后 我想一般人的看法就是 你看看多乱 欧洲 是吧 就是中东 其实不只是说打仗 明年已经是 大家知道肯定是 recession 的了 全世界 世界很乱的 如果亚洲再开战 是更加令我们犯粗的 不过 有些批评家就会说 人类历史里面 正是现在的吗? 最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接着韩战和月战 如果我们住在里面 我们是当代的人 在走难 他们是不是都觉得 耶稣再回来? 中世纪黑死症的时候 死了多少人? 人类历史里面 要经历痛苦 无数的 而耶稣在他 马虎福音秘书参长说 他就说 这个是灾难的起头 他不是说 这个就是我就回来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甚至在澳门 曾经讲过一句话 讲完讲完之后 很多人就拎下头 我说 你会不会考虑耶稣 回来的日子 就是太平盛世那天 因为大家想不到 最困难的时候 你想回来了 那大家都想到 耶稣说是大家都想不到 那我想想什么是想不到 就是你快要拿到一个PhD了 你又做了什么 六八九 明天去拿奖 有一份遗产 我今早收到一个email 四百多万 他说你报名 有人送一个遗产给你 不然我现在懂得看那些东西 全部都是假东西 对不对 就是说在你的生命里面突然间 进入一个你认为最理想的时候 会不会那个就是耶稣再回来的 你说有什么圣经根据 罗亚做方舟 罗亚做方舟的时候 罗亚做方舟的时候 是不是好像现在大风大雨 大水 大家都想死 不是啊 你读回圣经的时候 那些人是怎样的 嘲笑罗亚 罗亚告诉他上帝 告诉他这个灾害来了 但是没有一个人相信 除了罗亚自己和他的家人发觉 所以我对耶稣基督何时再回来的这件事 我不去想的 我又不去估计的 不过耶稣说 关于他再回来 叫我们作好警醒准备的意思 就不是叫我们去估计他何时再回来 而是既然这样的时候 我们每日是怎样生活 这个正正是耶稣要他的门徒知道的 如果你说我们就在船窝里面 在战争里面 我在乌克兰打仗里面 现在都很凄凉 我刚刚听到一个牧师在波兰 在乌克兰 就是中国人牧师 香港去的 去了五十年 他在说那里面 那些人开始完全没有资源 面对冬天 因为那些助力全都望着中东 如果我们是在这种状态里面 我们怎样生活 那个牧师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他会怎样解释这段圣经 他怎样教他的弟兄姊妹 怎样帮助他的弟兄姊妹 在那个处境里面 同样一本圣经读下去的时候 他怎样应用那些说话呢 耶稣要我们的就是每一天要为主而活 而我们会记得的 做好准备的 如果今天耶稣回来了 我们是否已经很开心的恩怨去见我们的主 这个就是他要他的门徒 所有的门徒 历代的门徒要学的 不是还有很多时间 我们没有人知道有多长的生命 不是单是我的生命 有多长 而是在问着 耶稣何时会再回来 要我们做好什么准备呢 就是 当然下个星期就说要交工作卡了 就是下个星期的比喻 但是我想多个是一个所谓工作卡的 问题是问我们一生认为主之后 究竟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不是一个成长的生命 这个是第一点 意思是问 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 是不是与日加增 我和主耶稣的关系 是不是与日深切下去 以至到在这个世上 我们面对很多很困难 有时很不开心 或者有时所谓要为主受苦的 一些小小也好 多多也好 一些冲击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那个动力 是继续向前跨过这些困难 我对我们的主教 Charlie Master 其中一个很欣赏的 就是他这么困难的日子 他从来 没有放弃他的生命 他希望能够继续活下去 他现在做了一个新的祈祷 那些新的祈祷很长的 他希望 我听到最后就是 明年三月 他会来这里 看着一个新的主教的案纳例 因为他很想得回他的生命的健康 以至到他继续服侍主 这个就是问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在我们每一日的生命里面 每一段的生命里面 我们是不是在神的话语 在基督里面成长 这个成长带动我们的动力 于是就算我在乌克兰生活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在那里为主 做一点点的事 来使别人得福 那个叫做陈家亮牧师人 他就是放在一半以上的时间里面 去叫更多的人可以支援那里的贫民的地方 有多久可以去做呢?没有人知道 每一日就是去做好这个工作 叫互共人 于是 我们在这样做里面 我们更加可以去表达到基督的爱 和把基督的福音和人分享 别人会在我们身上 在我们群体身上 见到耶稣基督 的时候 就会让人见到 这个也是一个苦难的基督 他第一次来到世界的时候 他就是和人一起 背上这个十字架的苦难 他升天以后 在上帝的右边 一开始就说 他不是已经休息 已经退休了 不是 他是不断为他的子民 祷告 以及去扶持 支撑他们 一个这样的生命力的上帝 呼召我们去跟随他 就是这个他的生命力 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不会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不需要摆太多的精力去计算 有些人计算很多东西 对面的教会 有些神学派 就说什么 被提前 被提之后 都不知道多少书 多少东西是说这些东西 如果你来问我 作为一个圣公会主教 我就很简单告诉你 圣公会神学是说什么呢 耶稣有回来就是回来的 为什么提是另外一件过程 就是那个不会有多少千年 多少千年 那些圣经不是这样的 于是重要性的就是 做好你今天每一日 为主而活的生命 你对你的家庭 你对自己 你对社会 你对轮舍 你对教会 你有没有一个标杆 一个目标 做好你的生命计划 作出你的贡献 这个就是耶稣要说的 到最后他说 你没有做的话 你就是那个愚末的五个徒 因为他们很清楚知道他们的工作 而知道那个新郎 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来 所以是不可以解释 为什么他没有准备更多的油 橄榄油 是解释不到的 那个就是你的工作 为什么你会做工作里面 你自己不会准备好的呢 那个所谓智慧不是什么智慧 他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 于是他知道这个工作 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来 他就准备好的油 以致不会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当新郎进来的时候 你没有油 你要去卖油 结果 传统习惯里面就是 新郎进来之后 那个习惯就是 关闭到门 外面的人 如果辞来 就不可以再进去 那是习惯 耶稣用这个比喻去说什么呢 到了天国发生事 就是来临 成就审判到的时候 一切到时才再補窝 補窿是一定做不到的 你要做就是现在 你拥有生命的做 不是将来临急抱佛脚 搞定的 基督教不是一个信仰 是拿一个天国通行证 有了一个正 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如果你是这样相信 请你在圣经里告诉我 在哪里说的 我读极都读不读 耶稣自己又没有说过 祂在说关系 回转 爱 和生命的奉献 兄姊妹 一年复一年 谁知道什么时候呢 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准备好见耶稣基督没有呢 从我大胆和大家说 我不断问自己这个问题 以至到我和自己说 和我家人说 我想我已经准备好 无论我来的生命还有多长 我是随时没有罪咎感或者羞耻感 来到去迎接我的主耶稣 在那里我又会见到很多 我已经没有见的教友 或者我的亲人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快乐的时候 那个是一个庆祝的时候 一个宴席的时候 我是在等那个时候来临